龙夏夏来自于河北省 现在是一名历史研究生 读研一 我现在来到菲尼莫署 非常的高兴 想寻求一份关于讲师 或者是培训师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龙夏夏 你是再读研究生 对 再读研究生是一年级 对 再研一 那你怎么能够找工作 找实习还是找兼职 全职 研一能找全职工作吗 可以的 我从晚上查过一些这样的信息 就是你和自己的企业 或者学校沟通好 就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找了一个全职工作 如果地点不在 你现在读书的内蒙古的话 那你这个研究生还读不读了 如果说两者能兼顾是最好 如果说兼顾不了的话 我其实已经来到这个舞台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一个打算 最坏的打算就是什么 休学或者是退学 这个我觉得各位boss会有压力的 给你个工作 你好好研究生都不读了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为什么不能坚持把研究生读完再找工作 不是 我特别迫切地出来找工作 第一个就是三个月的研究生的这样的生活吧 我觉得挺安逸的 等于是九月份你才入读研究生 对对对 这样的安逸的生活 我不喜欢 就是学校能给我的和我想要的不一样 第二点就是 我是家里的长女 然后我需要出来 就是给父母分担一定的那种责任感 我需要反补父母 那当初为什么考研呢 这个考研 其实我其实大学读出来之后 其实是不打算考研的 但是因为好像你自己学习的 学习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是父母 然后老师 还有同学 都是积极地鼓励你去考研 然后就是这种环境 你觉得好像也是因为 那个时候的这种职业的目标 或者就业的这种方向 也不是特别的明确 所以那可能就是 那就考吧 然后就是选择的是考 那现在为了工作 连研究生都可以放弃不读了 对 父母知道吗 同意吗 妈妈 对不起 跟父母有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父亲呢 是不是特别的同意 父亲希望你读完研究生 对 我生怕你成为第一个 来这个节目投资之后回去 你父母满有没有这个节目 不会的 成为这样的第一个人 说你研究生因为这个不读了 不会 不是不会 瞎想 真不是不会 瞎想 真未必不会 对 你是八九年的是不是 对 就是你的父亲 可能是我的哥哥 这个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父亲 对 他绝对不是不太支持 真的 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每个 每个父母把你们 供养到你现在这样一个地步 其实是 本来是他们很骄傲的一件事 对 我知道 他们一定会 会为这个孩子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成龙梦 会寄责太多太多的希望 你 就是 你是我第一次做节目 从现在开始 我就表示不支持的选手 那个 我也不会支持 我会尽量的 想办法在接下来交流里 希望你能够改变 你来这儿的初衷 吕老师 就是父母不支持 他们因为就觉得 女孩子嘛 最后安安稳稳的 找份老师的工作 挺好的嘛 但是因为 呃 我 我 你家是五口人 然后我还有弟弟 还有妹妹 呃 我不能 就是因为我自己安稳了 我现在要不起这个安稳 因为我 我必须要跟这个弟弟 就我赞成 就我赞成 我上大学四年本科 嗯 就是 干了四年活 我 我 我一半上学 一半 一半在外面挣钱 我太赞成你这个观点了 但是你要从这个点 发散的再往下去想 就是说 你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在 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 你也能为你去 呃 分担家里的那个 那个压力哦 嗯 去做出点贡献 嗯 你干嘛要 要让你的这个学业 就算恰然而止呢 嗯 我错了 我就从大学里头 我每年都拿的是 国家级的奖学金 我们看到了 很优秀 我父母就是 没有 第一年的学费 是父母出的 往后的学费 父母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没有从家要过钱 我的学费 就是我平常带家教 我一直都在带家教 这不是 这不是很好吗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不把这种状态 给他维持下去 然后 把研究生读完 对 一边读一边 拼命地去拓展自己 就是将来在这个 社会上面的那种竞争力 你懂啊 你父亲有工作吗 你父母有工作吗 父母有工作吗 没有 我父母是农民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就是我大学里头 我其实一直都在带家教 然后我现在研究生 我也是在带家教 但是我就发现 突然发现 就好像是我在重复 大学的那种生活 夏夏 我们来一起设想一下 其实如果说你研究生毕业过后 其实你很简单 可以去找一个 就历史老师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以坚持 就是这三年 然后读完研过后 就就可以去做 很顺理成章的 成为一个历史老师 就是如果当老师的话 就是我同学大学 本科毕业之后 都是去中学老师 他们的工资 我都了解的 我不能那样 他就想多挣点钱 回报 是这样各位boss 我这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信息 夏夏是为了 来参加这期节目 找朋友借的衣服 因为她自己的衣服 都非常的朴素 平时呢 学衣缩食 支持家里边 弟弟妹妹上学 所以她是特别地 尊重我们这个节目 那夏夏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你在今天 那舞台上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你还会回去上学 上学 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出来 因为 就是早一天出来工作 早一天好 是吧 就是培训师这个职业 其实也是有我一定的 那种兴趣点赛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知道这个培训师和老师 他俩是 不相关的两个行业 但是我有了解过 培训师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很喜欢 做这方面的东西 做过一些了解和准备 是吗 对 咱们给拿两张纸来 拿两张纸进来了 那我们问一下 现场在座的大学生 你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大概是多少钱 你们每个月 大概得多少钱 才能够你们 一千 在大学 那位同学说了一千 有比一千高的吗 大部分都是一千左右吗 一千左右是吧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夏夏 每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三百块 那个夏夏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泪水啊 为什么而流 想起父母来了 想起父母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 把这学读下去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培训 无论是做教师 还是做培训 其实学历是非常重要的 在职场上价值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接下来 这个姑娘说不出 更加让人幸福的 她要放弃学业的理由的话 我感觉今天的 整个面试过程 不会像是一个面试过程 会像是一个家庭会议 大家一起去说服她 回到校园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大家其实 必要这么拘腻的 一直在讲 你要读研究生 你要读研究生 其实在国外很多硕士 或者MBA 都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有了一定积蓄 然后再回去念 你要达成目的 也未必一定要现在 立刻当下去 读这个研究生 是吧 对 谢谢 而且我觉得 知识不一定要在学校念 是不是 很多自学的方法 嗯 之前我很支持你 是的 其实下下还有 假如说你真的进入 培训行业 因为我们公司 就是做培训行业的 那我们的跟学校的 这种培训完全不同 嗯 那我倒是觉得 其实不一定在学校里 所学的那些案例 在外面学不到 就是 也许你进入培训公司 你在当讲师助理 或者是未来 你成为讲师的时候 你会为这个而努力 我倒是觉得 可能比 所谓的刻板式的教育 来得更重要 对 我是非常支持 对 这也是 我就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 既然我专业知识达不到 我想通过我的实践 我认认真真地去学 我还是可以 就是最终能够实现 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底下的 很踏实的想法 这个最近学了一个新词 叫界限感 哦 我觉得这词 特别适用于 刚才咱们这段对话 嗯哼 就是 夏夏有他的困难 嗯 但是呢 这是他自己的生活 嗯 对 这是他自己的命运 这是他自己的事 对 他不管是 跌倒没跌倒 有没有坎 都得他自己过 夏夏是一个 有性格 有主张的人 对 他完全 又有能力 完全可以靠自己 对 这样我们进入下一环境 我们让下面一盏灯 看一下面前12个企业 12位boss 你灭的盏灯 这个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 说吧 一海租车 一海租车 对 没事 我支持你 谢谢您 嗯 因为我对这个汽车行业 呃 不熟悉 因为我怕我到时候 进公司之后 可能也 呃 发挥不了我自己 应有的作用 我谢谢老师 您支持我 对对 这点我完全理解 因为很多来一海租车 面试的小朋友 都会一再强调说 我就是喜欢车 我对车有特殊的狂热 这点我完全理解 我觉得找工作也是 读书也是 一定要找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去做 加油 我支持你 谢谢老师 谢谢尼娜 请尼娜在这里一起 来 余笑的行业报 看一看 我们自费的 从下下 请选择 好 最后 冯夏夏 还有谁家企业刘灯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刚才已经有 boss们 迫不及待想听 夏夏展示一下 他做讲师和培训师的 这个能力了 是吧 呃 展示一下吧 就讲一下历史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小况 来我们掌声 欢迎冯老师 给我们上一堂历史课 同学们好啊 上一节课呢 我们复习过 春秋战国时期 在物质方面的 一些成就 同学们还记得 那个时候 我们有 都江燕 有青铜器 那是我们物质方面的 那些生活的表现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开始学习 在春秋战国时期 他们在 那些古人们的 思想文化方面 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节课 就是我们重点 学习的内容 首先第一点啊 同学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咱们看 电视剧的时候 尤其是看到 关于古代片 那些私塾 是不是里头 那个大板上会 在正中间 会摆一个人的画像 同学们还记得 是谁吗 能回忆出来吗 孔子 对很好 为什么那个时候 要把孔子的画像 放在那个正中间呢 这节课 就是我们 为同学们来解答 为什么孔子 有这样的地位 可以 可以了吗 可以 可以 那个 夏假 其实 你刚才讲的这个上课 培训 更多的还是像 学校的 学校的 中学生 其实成人教育 都是有一种体验式的教育 比如说我们 周思敏老师 他们做上的礼仪课 有很多体验式的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展示一下 讲到这个体验式的 我知道呢 沈东军最近要去法国 然后还是听说法国的元首 包含总统是不是 法国总统 总统跟总统夫人要接待他 比如说今天他要找你上课 你要教他一下 设外礼 我觉得你虽然不知道内容没关系 你来教教他 我看看他到底行不行 好 我是不是要有演示一下 找曾华好不好 曾华 你看看我这个礼节对不对 对 我们看一下 你觉得学生如何 我 搞个文首礼 什么文首礼 不行啊 这个没错 这是社交长期的 你们俩现在都是学生 要听冯夏夏老师告诉他们 对 这个礼节应该怎么完成 是最合适得体的 这个课呢 尽管夏夏可能不知道 对 但是思敏呢 是想看看他组织能力怎么样 是的 内容未必准确 对 内容不重要 请开始 先上您往前 来您往前站 我先给您示范一下行吗 先握手 你好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 你现在是个男的 你要交给沈东军怎么做 教学 就是您看 就是 对 就是这样的战丝 对 这样的战丝 然后 攻腰 对 这样 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不要亲吻到这个 女士的手 沈东军 您来示范一下 那要周世明老师教一下 其实我觉得文首礼啊 以沈东军呢 他现在还不符合身份 所以呢 只能顶多拥抱一下 就已经不错了 来 文首礼是超过拥抱的 当然 文首礼是非常高贵的一种理解 来 拥抱一下吧 来 你好 就这样轻轻的一抱 来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周世明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呢 我们主要是 四敏窟的提示考验下想 是不是有这个潜质 是吧 对 其实我是想看他现场发挥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整体来讲 超出我的想象还是不错的 谢谢老师 你的总结方法可能还要加强 比如说 我刚刚要教沈东军这个文首礼的话 我会说来 请你跟我一起坐 你不能说你看着 来跟我一起坐 我坐一次 我有三个口诀 一 牵 二 转 三 吻 记住千万不是吻 吻跟吻是两回事 就是吻呢 是把你的嘴唇 放到对方的手上 而吻呢 其实是轻轻地吻一下 但他成为吻首领 对 这个环节也给大家 普及一些礼仪常识啊 你有目标行业 或目标企业吗 今天 思敏文化 如果给你第二个 第三个选择 会补充两个吗 给你自己多点机会 优生教育也有 教育那有你的位置 教育行业 其实是有你位置的 没关系 不喜欢陈浩大 不喜欢 因为可能是我 我确实想跳出 因为我也知道 自己的这方面的缺陷 我确实想跳出来 这个学校的这种模式 所以说 想到那去 教育 也接受一次培训 是吧 然后转到方向 对 好 鼓励这种坦诚 余下的十位boss 选择一下 去或者留 请选择 好 最后下下 还有四家解留灯 谢谢老师 来我们听听他们提供什么岗位 来 陈浩前说 那个我们集团 加盟事业部下面 少年派的一个项目的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是教学运营管理 好的 谢谢老师 庄总 给您推荐的一个职位呢 是文化推广专员 因为 我想这个和历史啊 礼仪啊 都是非常相关的 好 斯凯乐呢 我们在全国有200多家店面 然后我们需要 像产品知识的培训 销售技巧的培训 包括我们装备使用的培训 欢迎加入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们是包住的 富敏 谢谢 你好 夏夏 目前当讲师可能还有一段路 所以我给你的职务是讲师助理 就是协助讲师做一些助理的工作 然后学习 未来三年之后 你应该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讲师 谢谢老师 地点 工作地点北京 好 夏夏 有主意了吗 有了 好 走过去灭掉其中两盏灯 去吧 她的教育真的是 谢谢你 其实我真觉得 全好给她留这个 少年派的这个位置 挺好的 这挺适合她的 特别感谢你 但是这孩子感觉 比起教育俩都是有头疼 你这个教育是产业 不是那种教育 好 我们请被灭灯的 曾花和陈浩钻石 立即到旁边发言管理区 我们请庄总思敏 谈钱不差感情 她之所以不选择教育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出入职场 还是希望她能够找一个 自己在心理上 比较有优势的工作 其实这两回工作 对她来讲 都不是特别适合 因为讲师工作 跟实践阅历 是很有关系的 她现在的职业规划 还是比较茫然的 老师给一些意见 你判断一下姑娘适不适合去做培训师或者讲师吧 贫穷啊 有的时候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会使人对于金钱十分的敏感 离财富近的时候 要么过于自卑 要么就过于的渴望 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因为 过去对于金钱的 财富的距离感 会导致你对财富的看法 对我们对财富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 就比如说今天你的这个选择 你选择不读研究生 选择马上参与工作 马上能够真正为家庭里面 分担这个压力 对 更多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想寻找到一种在物质上的一种被认可 能够急于快速的把自己 拉入到一个实用的范畴 有这方面的想法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两三年 你依然会完成自己的学业 对 我始终还是那句话 贫穷不可耻 对 只有不劳而获才可耻 对 而自食其利永远是可贵 对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两位女boss写好了吗 来四名请揭晓 两位都揭晓了 庄总也揭晓了 这个四名你这个 怎么加五百还加 是 就是三千五是你的基本薪资 我们讲是助理都是这样子的 那五百块就是你可能会出差 如果出差的话 这属于一个特殊的餐补 就是不管有饭没饭 你都可以拿到这五百块钱 那另外出差肯定就有 绩效跟业绩 比如说这个老师 他这一场活动可能 假如说打个比方 假如说十万块钱的业绩 那你还有提成 是这样子的 好 来给你数秒钟时间 选择科娃斯家用机器人 或者是思维文化 或者是谢谢再见 来 请准备 说吧 思维文化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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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